的确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的活动都可以通过网上来实现 我们既可以通过网上来购物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网购 也可以通过刚才所说的网上计算器 来计算一下你所购货物的GST以及关税 如今在奥克兰地区的孩子们也可以通过网上来参与奥克兰的地方选举 来看这方面的一条资讯 奥克兰超过8000名的学生将通过计算机投票参与地方机构的选举 目前奥克兰地区共有45个学校注册 7到10年级的学生将参加奥克兰地方的投票计划 这将是新西兰范围内的首次尝试 也是第一次通过网络进行投票 虽然孩子们的投票将不会正式进入结果 但是年轻人们可以在9月23号到9月27号登陆的时候 尝试使用相关的民主权利 来选择市长议员和地方委员会的成员 政府也将整理出所有在线投票的结果 在10月12号正式的地方选举结束后 将对比两种投票的结果 另外在这次投票当中 孩子们还将对16岁下儿童搭乘小于6米长的船出行时 应强制性的穿着救生液的问题进行投票 这种反馈将进入更广泛的公众咨询过程 另外向代导航和船制安全规章制度 也将在2014年初开始实施 2013年奥克兰地方机构的选举的470名候选人的相关信息 可以在3w.worldaukeland.co.nc上进行相关的了解